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这样的主题活动跟孩子有共同的梦想的建立 会对孩子生命当中有重大的启发 同时把各种能力融入在你的这个主题活动当中 让孩子能够有可以培养到一辈子带着走的能力 当然同时对他的这个升学也好或者是学习历程也好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你带的这个主题活动是有系统的 同时对应到课纲的核心能力都能够连结在一起 成为他学习历程里面非常重要的档案 我想两位老师在带班级上应该自己也规划了很多的活动 特别像我自己每一年都会设定一个主题性的活动 我们是也请两位老师来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们要自己设计一个主题性的活动 那个Why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阿福老师 我想在他们高中的生活里面除了读书之外 有活动绝对可以是增加很多色彩的 这是在高二的上学期快结束 冬天真的很冷 我在班会上面开玩笑跟大家讲说 真的很冷耶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有温暖呢 孩子就回应我说 很冷那就把围巾围上吧 那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 诶 你们会做围巾吗 孩子们七嘴八舌的在讲说 他们曾经在一些课程里面有学过这样的一个技能 我就问大家说 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学会的东西 来转化成为我们班级的活动 就有同学提议说 老师我们来编围巾 送给附近学校的特效班好吗 老师我们编围巾来做围巾传情好不好 我就说这是一个很棒的主意 那我们就做这件事情 有孩子们的发想 我们做了围巾传情 利用中午的时候 大家就在走廊上面 在美术教室上面 利用城堡子编了围巾 然后寄到了陵近学校的特效班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我蛮认同刚刚阿福老师分享的 围巾传情的一个案例这样 然后我觉得像我刚开始进到班级的时候 我会跟孩子说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 可是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变成一个有温度的人 那所以我就在思考说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强化这样的信念 有没有什么行动可以去强化这样的实践的一个过程 所以刚好很幸运在学校里面刚好有一个伙伴 他很喜欢做类似这方面的活动 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 曾经有爱女孩的一个单位进来学校分享 所以我们就带着全班的同学去每一个人 不管男生女生去缝了一个布的卫生棉 然后寄到非洲去 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个爱心二手义卖 那我记得那一年好像我们总共卖 就是爱心二手义卖总共卖了4000多块 那我就把它补到5000块 那我们捐到一个运游院去 然后在上一次有老师邀请那个救鞋 救命的协会进来这边 所以我们也直接到仓库那边去整理就衣 整理鞋子 然后在今年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根本没办法去服务 那有个伙伴就说 那我们来做鞋盒传请好了 他说鞋盒传请是一个企划案 去请大家把家里面不要用的鞋盒 然后收集过来 接下来我们再把鞋盒里面堆满的礼物 然后包装起来之后送到预优园去 所以就跟班上孩子分享了这个想法之后 就募了物资 好多物资哦 外面在班级外面放来一栏一栏一栏 希望其他班级的同学或是老师也可以共享争据 那我们花了一个上午去把30个鞋盒全部装满了礼物 那本来想说那装完之后那就送过去就好 那有孩子说老师不要啊 一定要拆礼物的感觉才有感觉啊 所以我们就去买了包装子 就把30个鞋盒全部做了包装 那那天上午我们就洋洋傻傻提了六个篮子吧 然后送到育儿园区给那边的小朋友 嗯哼 OK 其实在规划自己班级主要的这个核心活动的时候 通常有一些这个核心的理念 像刚才两位老师分享的核心理念贯穿在其中 那以我自己来说我是以生命因为付出而有爱嘛 所以我带着孩子去做老人服务 像这个是我们的活动的手册 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细节需要规划 我等一下也会请两位老师来分享 其实规划一个活动确实不容易 那但是初期我们说过老师可以结合学校的活动 但是慢慢的当我们经验越越丰富 我们就可以来规划属于我们班上自己的活动 那除了有活动的当时活动的手册 我们后来也出了一个服务的一个成果手册 那这对学生记录他的历程 甚至现在我们新科刚讲的学习历程档案的多元表现 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想请问两位老师就是说 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怎么样把握核心的理念 同时也能够把我们的活动规划好 你们的这个操作的一个分享 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 在维京送请的这个活动里面 技能的部分他们已经会了 只是把原来会的技能拿出来 但是我们要如何去做到更好呢 就是让别人感受到这个温暖呢 大家利用中午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编一条维京 所以募集到了将近30条维京 我们分送到两个单位去 我认真的跟大家讨论 我们要怎么送这个维京 就有同学分享说 老师可以让我去吗 为什么 因为你是热音色的你会唱歌 老师可以让我去吗 因为我是康复色的 我可以去带活动 而且你们要送的是我以前国中毕业的母校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因为编维京的一群同学 想要去送的是一群同学 我们都来自同一个班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利用班会的时候 我很认真的跟大家分享了 共好这个概念 今天有同学是这个学校的校友 他以校友的身份回去送这个维京的意义 是不是大于我们其他不是校友的呢 这是可以开放大家去讨论的 那如果我们统一让他回去的话 那我们其他你的价值呢 大家就开始想说 老师根本不会在意谁是谁编的 只会在意这是北大高中204班的 没有错 我们就是代表了这个单位 我们就是代表了这个团体 所以共好的概念就是 我们参与在其中 但是我们一样享受到 这一份团队的荣耀 所以也很顺利的把这个活动办完了 更有趣的是在办活动的过程里面 参与表演的同学回来了 他在周记上面反馈给我是说 他本来以为到了特教班去 这些学弟学妹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没有想到这是他社团演出以来 从来没有得到过最大的掌声跟欢呼 他们高兴极了 他自己也很高兴 很感动的写下了这一篇 所以我想生命影响生命 我们透过一个活动 希望也带领出来一些新的生命 因为自己小孩的关系 我觉得阅读是一个 我很想在班上去推展的一项活动 所以我每带一个班 都会在班上放了一个书柜 然后把家里面所有的书全部搬上去 大概有上百本 就放在那个书柜里面 那接下来我会空出一个早自习 然后跟大家说 那这一天早自习 我们要不要考试哦 那我们来看书 就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 那我坐在讲台那边拿一本书 然后请同学去拿书 然后坐下来看 可是效果有限 我知道阅读很好 因为我现在我们家哥哥 现在二年级要升三年级 他从小就很喜欢看书 从中班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腿上 然后听着你念书 那像现在他自己的口语表达 我就觉得很棒 那他知道很多东西 他就知道说 那是那一本书里面写的啊 那我觉得阅读 对孩子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 很想推这样的事情 但是 其实孩子没有很爱念书 你只要念书 他干脆看手机比较快这样 他就会说 要什么资料 那个去网路上找 就要干嘛看书这样 然后但是 曾经听过一句话说 当你真心渴望一件事情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帮你 那这时候就 我们班的国文老师 他就说 我接了一个活动 叫青春爱读书 然后是谢哲卿大哥 主持的节目这样 然后我想要带孩子 去摄影棚里面录影 那我听到说 哇塞太棒了吧 去摄影棚耶 然后后来就说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就加入那工作群组 然后后来才发现 他们是想要到 校园里面来做一个录影的动作 那我就跟班上讲这样的事情 刚好说 那不错耶 这样刚好可以推阅读了 可以让孩子趁机念这本书 然后还可以跟 那哲卿大哥做一些对话这样 那就开始跟孩子讲这样的东西 那孩子也就 嗯嗯 好很棒啊 就这样 他们也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我觉得 只有老师当真 孩子才会当真 那跟孩子讲完这样的想法之后 我又跟以往一样 又筹足工作小组 那我记得 我们那时候选的书叫罗生门 然后国文老师 还利用计划去买了每一本 每人一本书 然后可以带回去看着 然后所以有人负责敞布 然后有人负责要去朗读里面的诗 然后还有 当然就每个同学要去阅读这本书嘛 然后要提出一些问题 然后因为那个制作单位 他们也有给了一些表单 说那孩子念过书之后 那希望他们可以针对哪一个片段 去做一些讨论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了那一天 正式录影那一天 第一次发现 哇整个摄影机的架灯光耶 用麦克风耶 然后第一次看到哲青大哥进来 然后在教室外面 还有模拟台监控 然后同学就一个一个站起来发言 然后哲青大哥问问题 孩子就发言 就表达他自己的意见 那虽然那时候我是在旁边 看了他们整个过程 他会觉得好棒喔 阅读这件事情 终于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可以实践在班上 我觉得非常开心 其实我想 两位老师都注重班级经营 带给孩子一辈子受用的能力 我自己其实在 大家知道我很坚持用生命教育 来做班级的经营 所以我很喜欢设计 服务学习的活动 那这一次就是我带着孩子到 宜兰的老人院 来做这个老人服务 那这个是一般高中生服务 比较少做的 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我代班的理念 生命因付出而有爱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的孩子要如何去学台语 因为他们要跟老人家沟通 如何去学老人的照顾 那不只是轮椅推或者是辅助器材的使用 而是怎么样能够观照到老人家的感受 所以我想体贴入围像这样的一种能力 我也是透过这样的活动去带领孩子去做到学习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在代班的时候 会设计的一个主题活动 在寒假要完成这个活动 那整个学期中就有很多的准备 包含我找到一些老人照顾的专家学者 给他们上课 包含他们自己要去体验 他们自己怎么去感受老人行走不方便 搬东西不方便等等 或做轮椅的感受等等 整个过程的累积 其实成为我们这一个学期的主题 那我想这样的过程 其实都是我们用心在班级经里面 希望带给孩子一辈子的能力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 请Buddy老师也来分享一下 你在这一块 你应该有带过很多活动 有没有什么特色的活动可以来做分享 带给孩子一辈子受用的能力 广哥有分享过一个部分 就是他觉得办活动 其实不是要给别人看的 很多活动 其实就是希望孩子可以从活动里面去学到一些东西 那会觉得 当你希望孩子对生活保持一些好奇心 让孩子对生活保持关注 那你就要比他们更在意生活当中的一切 所以我只要看到有哪一个研习不错 哪一个活动不错 哪一个老师很厉害 那我就会马上启动 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事情 那这是我们学校成立第一届的时候 然后辅导老师很想要做一个大学博览会 可是那时候学校刚成立各个行政单位 因为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嘛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也没有人要做这件事情 那刚好那一年我们学校的辅导师 原本是主办这件事的辅导师 那一年是没有辅导主任的 可是我们那辅导老师 听得出来他很渴望很希望把这件事情完成 让孩子都能透过这样的饗宴 然后去认识这些大学小型 找到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那我就跟那个辅导师的伙伴讲说 没关系我们来做 我们就总共找了35个学生 我们办了这场学校自己办的大学博览会 所有的分工又来了任务分组 教育馆组我们班的孩子当纠察的 他自己站在门口带了七八个孩子去指挥交通 接待组大家应该听过明传十二精彩 我们在门口设置了报到处的接待组 孩子必须在报到处那边 然后远远看到老师就过去 老师你是什么学校 然后帮他托行李过来 然后引导他迁到 引导他到会场里面去 然后整个44间大学 我们当然去找了44张桌子 可是这个桌子也很坎坷 因为有的桌子已经坏掉了 有的桌子藏在活动中心底下的司令台 可能已经藏了十几年了 然后到最后桌子不够用 我们拿桌球桌来当展示桌 然后从布置从测场 从一筹到行前到中间怎么调整 然后整个会场的主持人就是我 随时提醒志工要交换了 然后提醒然后顺便谢谢这些 来参与的大专院校老师 那就整场我们做了四个小时的大学博览会 然后非常让我感动的是在那个场合里面 没有一个孩子是闲下来的 甚至他们有那个活动中心可能有 一个月都没有扫的厕所 他们就把它打淘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那一天的测场 就是等大专院校老师都离开之后 我们把所有场地恢复 我们只花了15分钟 这是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学习 孩子也会知道说 虽然这件事情很困难 但是只要我们想我们就做得到 两位老师分享的内容 我们可以发现到 透过班级活动的办理 孩子们学到的 除了执行一个计划或者活动之外 很多意志力的培养 或者态度的养成都非常的重要 就像我刚刚分享 我带着孩子们去做老人服务 各位可以看到手册里面 这些活动的规划流程 都是我们导师陪着孩子去做 虽然我们是有经验的 不过怎么带孩子学习是重点 那各位也可以想象到 学校的行政我们要去做沟通 孩子出去的安全要做保险 各种规划交通等等的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我想 如果我们以孩子的学习 一辈子需要的能力 作为嵌入点 那适度的在一整年的班级经营当中 规划一两个这样有特色的活动 对孩子的学习 是非常有聚焦有帮助的 当我们越来越清楚 教育的价值 不只是在学科教学的时候 那我们就必然要去思考 如何在教学跟班级经营当中 让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么在学校日常的教学 与活动之外 我们自己来规划一个 或者几个属于班级的重要活动 让我们跟孩子 一起来完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陪伴孩子在青春期 去储备一生的能量 我想这是教育百年数人的真谛 不管是以服务学习为特色 或者以能力的培养为主轴 或是以成就升学为目标 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的 当然我们会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会承受比较多的压力 甚至有可能还遇到不小的阻力 但是教育本身就是极为困难的 特别是有关人的价值引导思辨 所以我们才会经常被问到 教育是一份工作还是一份志业 新手伙伴们 如何从教育是一份工作开始 发展到教育成为我们一生的志业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老师 一生所追求的梦想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